男人画了一副美女沐浴图 并说能让画里的美女走出来 台下瞬间炸锅 纷纷表示不信 谁料男人笔战朱砂 在美女嘴上轻点几下 下一秒 美女的嘴角轻轻上扬 只见男人右手一挥 美女竟迈着小碎布 从画里走了出来 绝世的容颜 婀娜多姿的身材 让台下的看官瞪大了眼睛 随后女人宽宽走下戏台 她那旷世般的容颜 瞬间吸引了所有男人的目光 但有一个男人确实例外 姑娘 你找错人了 我身上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原来刚才女人趁大家走神时 偷偷顺走了他们的钱财 女人见事情败露 突然向男人发起进攻 可轻易就被男人化解 女人不知道的是 男人是个隐世的高手 只见老江举起一杯烧酒浇过去 美女顿时烟消云散 消失得无影无踪 白小生剑戏法被破 瞬间不淡定了 只见他往火苗上用力一推 竟然召唤出一只火凤 而老江丝毫不慌 在火风即将到来之间 随手弹出一条水龙 轻松化解了白小生的攻击 眼看遇到了高手 白小生只好使出看家本领 只见他拿出一幅水墨画 打向老江 看似两人定在原地 实则他们已经进入了画力 白小生率先发起攻击 但老江只是轻拍桌子 将花生米甩手一挥 就轻易化解了攻击 白小生健壮 以笔作剑射向老江 老江淡定的把手中的筷子射出 筷子瞬间剖开毛笔 直接将白小生射飞出去 白小生很不服气 想要起身再战 祖师爷留下规矩 不作恶 不伤人 不取不义之财 本是练到家了 但祖师爷的规矩 却忘在脑后了 看着老江远去的背影 他这才明白过来 老江就是传说中的戏法师 原来在17年前 戏法师门下有两大徒弟 大师兄江北海为人老师 师弟黄北山天资聪颖 可他心术不正 为了修炼禁忌邪术 不惜把师父杀害 江北海决定清理门户 同时也为了帮师父报仇 将黄北山追杀至山海关 正所谓邪不押正 最终黄北山的邪术 还是败给了正义 见他的经脉尽碎 江北海便留了他一命 从此江北海隐姓埋名 成了一个棺材铺的老板 而这样的戏法师还有很多 在火车上 一个小伙假装摔倒 在起身时想顺走女孩的玉佩 却被一个老瞎子当场制止 这个老瞎子就是有名的戏法师 下车之后 爷孙两人来到一家茶馆 小二不小心被女孩撞到 滚烫的茶壶瞬间脱手而出 老瞎子眼睛手快 迅速用拐杖把茶壶接住 老瞎子察觉到 这人非常阴冷 不是什么好人 他嘱咐孙明 要离这人远点 不料仅仅这一个照面 阴冷男人将会要了他的小命 下眼老者凭空变出一把纸条 只见他把纸条放入掌中 搓成一团 接着对着纸团用力吹 纸团竟然变成满天纸蟹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不可能 当纸蟹飘到看官的脸上时 他们突然感觉到一丝凉意 好家伙 纸蟹竟然变成了飞雪 众人顿时惊喜万分 直呼老瞎子为神仙 而这神奇的一幕 恰好被茶馆的阴冷男人看见 好一出九月就得鹅毛飞雪啊 这些都是小把戏 他就是戏法师 黄北山 仅仅因为金三爷夸了一下老瞎子 黄北山便心生恶念 只见他站起身来 缓缓走到窗边 接着他猛地吸了一口烟枪 然后从嘴里吐出一团白烟 下一秒 漂浮在空中的飞雪 竟然结成了冰雹 一团团的冰雹 净直落下 砸得观众四处逃窜 海下有高人呢 爷爷 这咋回事啊 老瞎子见被当众太太 想与暗处的黄北山较量一番 只见他用拐杖轻轻挤灰 便击碎了身前的冰雹 但这时 黄北山再次念起咒语 瞬间冰雹化为冰锥 全部朝着老瞎子袭去 好在老瞎子伸手轻盈 惊险地躲过了一截 原本戏法师对决 基本上是点到为止的 但此时的黄北山 分明是下了杀手啊 此咒一出 身后的茶几瞬间解冰 寒气很快迎接一切 并飞速地朝着戏台蔓延 老瞎子并没察觉 但他发现时已经太晚了 寒气瞬间将他冻成了冰雕 当场领了盒饭 看到这一幕 黄北山非但没有愧疚 反而沾沾自吸起来 老瞎子到此都没弄清楚 到底是谁把他给杀了 客栈老板见女孩可怜 便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你要是真想知道 想弄清楚的话 我倒是知道 有个会见识的高人 老板说的高人 正是戏法师白小生 根据老板的指引 女孩很快找到了白小生 为了找出杀害爷爷的凶手 女孩画广了所有家当 只见白小生在老人头上 放了三盏联花灯 下一秒 他竟进入了老人死前的场景 通过他的仔细观察 立马发现了地上的冰片 伸着冰片射过来的方向 他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 但男人邪魅一笑 就把白小生吓出一山冷汗 那是个他惹不起的男人 阴门戏法师 黄北山 他深知自己摊上了大事 便让女孩去找不远处的 棺材铺老板 江北海 而此时的黄北山 也想杀死江北海 他想从江北海手中 得到那本传说中的天运书 没想到这个消息 竟被两个小偷听到 他们偷偷潜入江北海房间 可根本没有找到 所谓的天运书 本着不能空手而归的原则 小偷拿了两个苹果 又顺带喝了一杯茶 结果刚一出门 就浑身颤抖起来 脸上还有东西在不停游动 老江见情况不对 赶紧对小伙进行救治 殊不知 这是黄北山最邪门的巫术 这是古代最邪门的巫术 小伙中了巫术后 浑身不停的抽搐 为了救下小伙一命 老江用内力将蛊虫逼到肩膀处 接着拿出银针 限制了蛊虫的方向 而时数者黄北山还在不断念中 但老江更胜一筹 只见蛊虫在他的控制下 渐渐被逼到了小伙的宗旨 指心顿时无比无黑 老江拿起银针 轻轻一扎 将黑血逼出体外 黑血与生肉一接触 瞬间钻出了一条可怕的蛊虫 这傻东西 为了查出是谁施法 老江拿出符咒将其烧毁 是黑蛊虫 子母同体两体共生 通过法术的追踪 他找到了施法之人 正是他的施地黄北山 两人的斗法也正式开始 这时 女孩找到老江 想让他为死去的爷爷报仇 听到来龙去脉之后 他们来到了白小生的住处 可为时已晚 白小生已经被杀了 原来昨晚 黄北山找上门来 他知道白小生在调查自己 念在白小生戏法不错 便想将他收入麾下 可白小生却婉言拒绝 为此黄北山痛下杀手 将白小生当场杀死 不仅如此 黄北山做事阴险狡诈 他不仅陷害老江是杀害 白小生的凶手 警察在搜寻老江家里时 搜出了大量的非法烟草 这全是黄北山事先栽葬 但这还没完 他还举报金三爷售卖大烟 在金三爷被抓之后 趁机霸占金三爷的所有家产 当晚他化作一缕青烟 来到老江的跟前 他知道这样困不住老江 但可以让他身败名裂 女孩得知老江被抓了 眼看唯一的靠山没有了 但为了替爷爷报仇 他选择独自暗杀黄北山 可他哪里会是黄北山的对手 三两下就被打倒在地 就在黄北山痛下杀手时 老江及时赶到 成功救下了女孩 他抱起女孩迅速逃离了现场 眼看躲避不是办法 老江决定主动出手 他与黄北山相约 明晚到棺材铺决一死战 当晚黄北山准时赴约 今天我要替师父清理门户 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两人一瞬间便交手了数个回合 双方有来有往 打得互相伯仲 突然老江使出一招双龙出海 直接将黄北山打飞八百多米 眼看不敌对方 黄北山只好使出戏法 而老江也不甘示弱 使出了独门绝技 随着爆炸引起 黄北山掏起一把关公大刀 狠狠地劈向老江 对方有武器在手 老江顿时被打得连连后队 老江抓住机会 一脚把关刀踢向远方 没有了武器的黄北山 根本不是老江的对手 被老江一脚踢飞 在空中转了三百六十圈后 重重地跪倒在地 伤腿筋骨 瞬间断裂 这一战 黄北山败了 本来伤势还不至死 可听到这个消息后 黄北山被直接给气死了 故事的最后 老江将女孩受为徒弟 从此过上了 没凶没臊的幸福生活 而那本传说中的天运书 其实真的存在 他就藏在老江穿了17年的裤子上 恰好被一个乞丐看到 而乞丐的命运将被改变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他会过上开挂般的人生